未来十五年 你想象中是什么模样 你多少岁了 在哪里 又将生活在怎样的地方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无论是什么 我们都要相信 这是我们的时代 谁都有机会主宰 这我一代有我在 未来十五年 努力做强国一代新青年 不知道你们没有想过 十五年后的事情 你会在哪里 你多大了 你在做什么 未来十五年 我们将看见一个 怎样的中国 那时或许你已经儿女双全 过上了富足又美好的生活 或许你正从事着 自己喜欢的一种 甚至多种职业 深刻影响改变着身边的普通人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都将更加的现代化 智能科技将从多方面 深入我们的生活 这些关于未来的想象 并非天马行空 十四五时期 是我国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从国家十四五规划 以及2035远景目标中 就能看到未来我们的身影 未来十五年 我们将和中国并肩而立 虽然我们刚刚迈过的 2020年格外艰难 但苦难铸就辉煌 在抗疫路上 我们看到了无数人 以生命赴使命 用挚爱护苍生 将捐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伪力 构筑其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危难时刻 遍地英雄 我们开始真正相信 平凡铸就的伟大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 每个人都了不起 今天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 和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 一起回忆过去 畅想未来 我时常在想与他们相比 自己能做的事情 好像非常有限 作为90后青年演员 我的工作 就是把每一个平凡的人物 把这个时代年轻的故事 汇集成一部部作品 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看到更多的世界 在拍摄我的第一部电影 山楂树之恋之前 我几乎从未离开过家乡 那时候 我觉得能去趟周边的县市 就算是出远门旅游了 实际上在18岁之前 我不仅没怎么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也很少接触过电子产品 当时的生活非常的简单 上学 放学 练舞蹈 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就是看看动画片 偶尔和朋友出去玩一玩 但现在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了 今天有许多灵灵后 不仅要立志当教师 医生 科学家 更是通过便捷的线上渠道 被各种的新型职业埋下梦想的种子 这么比较来看 我18岁之前想法就太普通了 那时候和小伙伴们练完舞 我们就会讨论以后会做什么 基本上都是要开舞蹈培训班 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舞蹈 我当时跳的还算不错 我想那就随大溜吧 当舞蹈老师也挺好的 大家都干这个 我也干这个 以后还能一起玩 所以现在我看到00后 再想想当时的自己 总会特别感慨 后来接触表演 也让我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 我总觉得这是一份意外之喜 也是这个时代 赋予我难得的幸运 而18岁之后 在聚光灯下 我也被动地接受着 各种各样的评价 有好也有坏 从小就没少受过打击 比如说就你这小身板 你能干什么 出力气人家都嫌你没劲 很多声音 还是会或多或少地 对我产生影响 比如外界对我长相的评价 褒贬不一两极分化 所以曾经的我 总是刻意地留着其流海 而且必须是扎眼睛的那种 就是想把自己的脸 尽可能地多遮住一点 我也曾陷入过 很长时间的人生低谷期 在那些日子里 所有的非议和质疑 都成倍地打击着我 我一度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真正适合做演员 但我这个人也比较倔强 不愿意向别人 展现我压抑的一面 所以那时候 我每天都逼着自己 看很多很多的电影 起初就是为了消遣情绪和时间 顺便观察学习 那些优秀演员的表演 而慢慢地 我在那些电影里看到了 形形色色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生 幸福的 悲凉的 激昂的 失落的 圆满的 遗憾的 有的好像离我很近 有的好像是两个世界 那个时候 我脑海就产生了一种 模糊的概念 就在我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可能有无数人 正在经历着 我难以想象的状态 他们都在努力逃脱着困境 努力寻找着方向 努力改变着宿命 努力地活着 既然他们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有一天 我第一次主动对我同事说 有部戏是不是在找演员 让我去试试戏吧 在他眼里 我一直都是一个 比较腼腆被动的人 所以很久以后 那位同事对我说 当时觉得我有一点苦 现在回头想想 什么是成长 无非是苦难七十二变 熬过万丈孤独 笑对八十一难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人生如溺水行舟 但人生也妙在 可以溺流而上 是的 就算风浪再大 只要勇往直前 再渺小的偏舟 也有底岸的时刻 再渺小的星辰 也会有闪光的时刻 所以别辜负每一段时光 更别辜负每一刻的自己 未来十五年 我将迎来自己的儿立之年 也迎接自己的不惑之年 此刻的我 也酝酿着对自己的期许 在戏里 发觉更多精彩的剧本 优质的内容 在故事中碰撞灵感 合作更多优秀的导演 专业的团队 在实践中修炼内功 尝试更多新鲜的题材 陌生的类型 在挑战中 我要寻找突破 在戏外 用心观察生活 感知现实的多元 广泛接触世界 拓宽自己的视野 充实人生志趣 开场生命维度 说到这里 我想你们 也会像我一样开始思考 如果未来是一片海 那我们这些小小的水滴 是否能折射出更多光芒 我这样对大家说 请相信 未来15年 正是我们的黄金时期 不用怕熔岩见老 30岁以后的精神颜值 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你的所思所想 所有的经历 都将决定岁月 会在你身上留下 怎样的印记 不用害怕一事无成 因为起点并不能决定终点 就算在起点摔倒 又有什么可怕 30岁的我们 一切才刚刚开始 请相信 未来15年 我们的青春 已经和祖国的发展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实力 我无比笃定 你们比我要更幸运 更开阔 更从容 也一定会更有智慧 更有勇气 更有平等 我无比期待 我无比期待 你们每一个人的闪光时刻 那一定会是 最璀璨的新海 请相信 未来的15年 我们的道路将越走越宽 我们的梦想将越走越近 我们不必借谁的帆 不必搭谁的船 更不必赶上谁的浪潮 因为我们自己就要海 是这座心情上最澎湃的海 而我们要努力成为强国一代 新清明 谢谢大家 我的演讲结束了